嗨 喜欢瘦草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16年的老兰花草 它长得非常漂亮 每年都开得很美 今年叶子格外的漂亮 我想要把它移植到盆子里 之前从来没有冻过它 现在我想要把它放在盆子里 也是算做一个实验 我们一起来见证 看看它在草地上长的 和在盆子里长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然后它开花的时候 我会拍给大家 现在我在晚上的时候移植有露水 然后天气没有太阳的时候移植植物 是最好的 这16年的兰花生是我的精品珍藏品 你们看一下它的叶子 简直是太美了 特别的优雅 这一根的兰花草 它就有好多的根 十几个根 但我不小心挖的时候 因为它是长在一起的 有的根挖断了 真的是 非常抱歉 但现在呢 我把这个土挖成一条沟 然后一排摆在一起 它的根搭在一块也没关系 只要把它附土 它就能生长 是非常容易照顾的 就像种菜一样 只要每天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我没有给兰花草任何的肥料 它长得都很好 我还有很多盆 到时候我给大家比较一下 这个是16年的 还有一年的 八年的 十年的 还有很多小小的 也都三四年的 特别小的呢 我就把它移植到草地上 给人来人往的人看 欣赏 像这个大的 我珍藏起来的 我就要自己欣赏 但我觉得应该给朋友们 一同来欣赏它 现在我已经把它都种差不多了 这一盆是精品里的精品 相当于兰花草里的精品 我们等到它开花了的时候 再来拍 请大家来欣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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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移植好了 16年的兽草 这是我的精品里的精品 我非常喜欢 之前在草地上 我会经常去看它 现在已经等到它开花了 叶子 没有在草地上那么的翠绿 墨绿 花也没有那么新鲜 但是 所有的盆子比较起来 它还是最美的 它是16年的 左边的是8年到10年 右边那几盆也是8年左右的 叶子就没有它的宽厚和大 杆也没有这个粗 那我就知道这次的移植是有点失败的 以后还是要把它再放回草地上 让它自然生长 这个移植算是不成功的 那以后就可以把它分支分根 再种回到它生长的地方 让它继续再繁殖吧 这样我错了 以后就知道了 还是用自然的田园土就可以了 这几盆都是10年左右的 现在兰花草的种子已经成熟了 那把花剪掉 种子种在土里 这些可以种在人来人往的草地上的 我来种瘦草的 好了 那我就把它种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有很多人经过 可以让他们来欣赏 那请大家慢慢欣赏吧 祝大家花友们种花愉快 爱你们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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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